大家好 欢迎收看12月12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台东县政府12号的下午在台东设计中心 办理了睡末系列活动的宣传会 并且为高12公尺的圣诞树装置进行点灯 县长黄建廷表示 今年台东县睡末系列活动以新院新院为主题 从24号的每天下午4点 会在铁花村的聚落都有不同的主题活动 也欢迎台东的乡亲和全国的好朋友 一起来到现场共襄盛举 台东县长黄建廷和东大富小的学生们 一起装饰圣诞树 一旁的议长饶庆林则布置年节风格 紧接着在与会贵宾的见证下 高达12公尺绽放的花舞圣诞树装置点亮 宣告者台东县岁末系列活动即将登场 就这几年我们尝试把单一一个跨年晚会 把它变成是一个带状的活动 所以未来一整个礼拜 从24号开始一整个礼拜 每天都有活动 而且内容很丰富 包括亲子的 包括表演的 包括活动 还有当然最高潮的跨年晚会 所以要在这边跟所有的乡亲来报告 也欢迎大家 24号以后都可以每天来 为了迎接温馨感人的圣诞佳节 与元旦跨年 台东县政府以心愿心愿为主题 从圣诞节前夕到跨年夜 安排了一系列不停歇的岁末活动 适合亲子大小共同参与 在24号晚上 圣诞夜 我们有日本飞行船的 哇这个通常在西部的演艺厅 都是两千块的门票 可是告诉各位 今年的12月24号 在我们台东的铁花旧聚落 在草坪区 铁柜区 我们飞行船剧团的演出 完全免费 会带给大家一个非常欢乐 亲子 银色圣诞31号就是我们的跨年夜 我们这次精彩的带来了 非常非常多的 包括我们许维芳 包括柯智棠 包括逆流 新女力 包括张三李氏 包括矮湾的新势力 包括我们台东之光 张慧春 包括非常红的网红 卓文轩 都会来到我们台东 欢迎我们各位相亲朋友 记得从24号晚上 到31号晚上 永远不打烊 银色圣诞到新年快乐 即将接任县长的 饶庆林议长也允诺 未来将与县福团队一起努力 持续办理圣诞跨年的系列活动 推出更好更优质的活动 吸引更多国内外的游客 来到台东 带动台东的观光 记者夏家会台东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